谢谢你们收看我的视频 那么更高兴呢就是有朋友 有些朋友写信给我 说挺喜欢我做那个懒人运动 是啊我们都很忙 而且都很懒 所以那个懒人运动 其实挺方便的 这次呢我想跟大家 介绍一个呢就是 推荐大家做一个 针对性的 关于手臂的运动 就是我们的这里有一块 广东话叫拜拜肉 就是每次我们挥手的时候呢 这块肉都会抖 所以要是这里的肌肉不坚实的话呢 无论是我们身材是偏瘦 或是偏肥都不会好看的 所以今天想 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那马上跟你们介绍一下 我做的这个方法 就是很简单 只需要一张椅子 或者是你靠在床边也可以做的 首先呢就是要做这个姿势 这个姿势很重要 看见我这个双腿是伸直的 然后注意了身体也是直的 慢慢的就往下 下去 上来 下去 上来 重复做十次 或十二次 刚开始的朋友可能 你觉得这个动作难度挺高的 所以你可以不要 不用完全下去 你就可以下一半 就起来了 做完十到十二次以后呢 就可以休息一下 大概十到十二 十到十五秒 relax 然后 可以继续做第二次 那我换一个 角度给你们看 就是从这边啊 也是一样 记住那个力度一定要均匀 慢慢的下去 慢慢的上来 记得要呼吸哦 好 那做完十到十二次呢 就修行一下 然后 我大概做三到四遍 就重复做三到四遍 如果你们觉得这个方法刚开始做的 好像挺吃力挺辛苦 做不来的话呢 我有另外一个比较简单一点的 可以比较容易做的 没有那么辛苦的 推荐给你们 就是 首先呢 双手伸直 就是 凉凉这一个距离 然后把双掌 压在墙 墙上 好 也是一样 就是慢慢的下去 慢慢的上来 脚跟不要离地 上来 要注意 那个 双手呢 不要这样打开 好 一定要是 直的 这样子 直的 看见没 不要这样子 这样就 用的 肌肉就不一样了 一定要是这样子 直的 OK 然后一下 距离 然后这样子 下去 上来 也是一样 注意 身子要直哦 千万不要这样子 玩 这样子 没有用了 OK 伸直 重复做十到十二遍 然后呢 就relax 休息大概一会儿呢 就 再来 所以 same thing 就做大概十到 sorry 做大概 重复三到四遍 应该效果不错 好 这就是我今天为你们介绍的 希望你们喜欢 take care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订阅 感谢观众 或订阅 或订阅 分享